一席黑色洋裝走紅毯進入立法院 2016年GULAS以不分區立委之姿 首度進軍國會 媒體記者出身的他 精通國台 課音 日阿美族語等六種語言 政治初登場就搶進美光燈焦點 GULAS語言轉換自如 2018年內閣改組更或賴清德重用 轉任政院發言人 我的健保卡 我曾經揉過的名片 其實都沒有中文 身為首位原住民政院發言人 GULAS當時秀出名片 上頭只有羅馬拼音 凸顯他重視母族文化 儘管上任前爆出酒駕風波 仍不影響仕途 2020年5月賴清德就職副總統 GULAS也跟著進入總統府 如果有任何定案最新的消息 總統府一定會盡快對外界說明 被視為賴清德子弟兵 GULAS一直是黨內重點栽培的 原住民女性代表 去年獲徵招出戰花蓮縣長 蔡總統兩度為他造勢 賴清德還三度現身立體 蔡總統交給了果辣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使命 就是要終結家族壟斷的政治情況 儘管最後選戰失利 但得票率突破三成 仍寫下綠營在當地得票紀錄 大家推薦誰來參選這次立體委員 原先黨內寄望他深耕花蓮挑戰2024立委 卻在關鍵時刻爆出桃色風波 讓黨內只能壞刀斬亂麻 替選情設下傾損點 三立新聞 李維廷 東軍